小智你好 今天能参加这样一个盛典 你的现在心情是什么样子 可以跟网友分享一下吗 还蛮开心的吧 因为其实 最近还蛮忙 最近也因为办法去哪 然后让我增加了更多的一些 邀约吧 应该这样说 那因为之前其实也比较少在 就是一些媒体相同面 刚好借这一次机会其实可以好好的跟网友们啊 网友们啊 这样子的 因为接下来也还有很多一些新车 然后还有这个新软机 那其实你今天这一圣格温的茁壮 我觉得特别有特点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搭配的心得吗 今天吗 对 搭配啊 我觉得就是用格温 然后自己本身我很喜欢格温 就简单 简单的导师 但是又不是说很靓丽的风格 那它一点它会对 嗯 那其实小智你平时有关注时尚方面的东西吗 有有想往这方面发展吗 嗯 嗯 时尚啊 我觉得时尚就是 要有自己的风格跟特色 不要一味的去追求潮流 失去的个人魅力 嗯 大家其实一直都很关注你 就一直保养的很好 那你 我想知道你在饮食上面有没有特别很注意的 或者说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我其实在饮食上面 我觉得这顿就多喝水啦 多喝水啦 然后 像我自己就 早餐是一定不会去省略的 因为我觉得早餐非常重要的 嗯 早餐的话 就是一些清食 面包啦 蛋啦 牛奶啦 然后 尽量 我自己就不会去吃油腻的啦 或是辣的啦 酸的啦 但一讲到这样 什么都不能吃了 那 就是 但是并不会说刻意一定要吃些食物 就是 有时候去安排什么的就吃什么 嗯 那有没有一种食物是让你没有办法去抗拒它的 会打破自己所有的禁忌去尝试 是 冰淇淋 你知道吗 半后路来个冰淇淋 其实还蛮 蛮开心 我的心情会非常好 OK 那你心目中有没有时尚偶像 心目中没有 没有特别的 对 特别的时尚偶像 好 OK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你今年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我今年的新年愿望 希望 能够 它好的音乐继续推广出去 然后好新的歌曲 然后 让大家喜欢 然后 如果像17岁女士一天 受大家的心爱戴 那就好感觉 希望不曾经